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由创复宁夏和今日头条共同合作的关注头条板块 好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近一段时间 网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财经话题都有哪些 一起来看一下大屏 第一个央行同意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开展香港与内地债券通 第二个话题怎么样存钱最划算 让银行泪崩的存钱方法 第三个话题中国首级支付全面进攻澳洲市场 澳洲人大胡太好用了 让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怎么样存钱最划算 让银行泪崩的存钱方法 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 很多人都认为存钱很简单 而事实上的存款也是讲究搭配的 只要您稍微动一下脑筋 利用一些存款的小技巧合理的来改变存款的方法方式 这样呢就可以改变这个数字了 将利率翻倍 小钱变大钱 那如果你有存钱的习惯 也想把存钱作为主要的理财方式 就跟随我们接下来的文章一起去了解一下 看看怎么样来存款吧 一阶梯存储法 假如你有三万元可以平均分成三份存为定期 存定期呢分别设置为一年两年三年 一年以后将到期的那一份一万元再存为三年 其余的以此类推 等到三年之后你手中所持有的三张存单则全部变成了三年期的 采用这样的储存方法可以让年度储存到期额达到平衡 既能应对这个储存利率的调整 又能获取三年期存款的高利息 第二种方法是金字塔储蓄法 金字塔储蓄法又称为四分储蓄法 如果你持有一万元 可以分别将其储存为四张定期的存单 每张存额可以分期为一千元两千元三千元和四千元 将这四张存单都存为一年的定期存单 采用这种方式避免了牵移发而动全身的弊端 很好地减少了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 第三种方法 十二张存单法 十二张存单法又称为月月储蓄法 即每个月存入一定的钱款 所有的存单年限相同 但到期日期分别相差一个月 就比如你现在每个月从工资当中拿出一千元来储存 每月开一张一年期的存单 一年下来你就会有十二张一年期的定期的存款单了 当从第二年开始 每个月就会有一张存款单到期 如果有急用就可以使用 也不会损失存款的利息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方法之外 在这篇文章当中还提到了利滚利的储存办法 接利的储存方法等方法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当然如果你也是一个理财达人 有好的储存方法 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来晒一晒你的好点子吧 好的 说完了财经方面的话题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 近一段时间网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三农话题都有哪些 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个话题 2017年农业户口取消只是开始 接下来才是重点 农民知道吗 第二个话题 农村合作医疗新政策 这五种情况不能报销 第三个话题 农村宅基地超过规定面积的部分 是确权还是被拆除 接下来我们重点了解一下农村合作医疗新政策 这五种情况不能报销 这篇报道的具体内容 自从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以来 确实缓解了农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现在村子里面都参加了合作医疗 生病住院的时候可以申请报销 平时拿药呢 也能用合作医疗的余款来抵消 不过有这些情况下 农村合作医疗是不能报销的 第一种农村合作医疗在规定的医院 就诊才能报销 要是在未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面就医 这样就不给予报销了 再有就是自购药品 公费药品规定不能报销的药品 还有不符合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第二种是工商车祸等这些第三方赔偿就医情况 还有因为个人原因违法造成的事故 比如打架等 这些农村合作医疗是不给予报销的 三在就医的时候自行转院 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 这样也不给予报销 四农村合作医疗对医院的这些费用 也给予报销 包括出诊费 住院费 营养费 冷暖气费 救护费等等的费用 第五 因为自身原因的整容素身的费用 香牙器官移植等费用 这些也不在报销的范围内 所以说呀 这农村合作医疗并不是所有的费用都可以报销的 咱们农民朋友们在看病的时候 一定要看是不是符合条件在做决定 那了解完了近期网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三楼话题之后 我们再回到今日头条媒体数据库 看一看宁夏网友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本地新闻都有哪些 依然来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个话题 宁夏旅游会民易卡通发行包含42家景区 第二个话题 让高铁早日在宁夏建成通车 第三个话题 宁夏面向全国征集最具特色宁夏礼物 好的 我们就具体了解一下 宁夏旅游会民易卡通发行包含42家景区 这篇报道的具体内容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和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 宁夏旅游会民易卡通发行启动会 这标志着易卡通在宁夏范围内全面发行 易卡通是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提倡并推行实施的一项全域旅游会民措施 由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 据了解易卡通定价为199元 发行量不少于15万张 从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持卡旅客可以全年不限次数 免费由宁夏沙湖、沙坡头、水冻沟等42家景区 仅限首到门票 五一小长假和十一黄金中暂停使用 所有的景区门票总价格为1800元 为方便广大群众购买惠民易卡通 已在中国银行宁夏分行、中国石油宁夏分公司、宁夏宁美旅游联合营销公司、宁夏观光夜市等设置了百余家、销售网点、遍布主城区和各县市区 宁夏户籍的游客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非宁夏户籍的市民在您学习工作满一年以上 持相关证明到指定网点办理即可 在办卡的过程当中 只需要输入部分的个人信息 并且采集个人的脸部图像就可以了 购买易卡通以后 激活便立即生效 三天后就可以使用了 易卡通仅限本人使用 图改、仿造、转介无效 同时针对易卡通的管理工作 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宁夏旅游汇民易卡通呼叫中心 专门制定了一整套的工作制度 拨打5100000旅游服务热线 24小时随时的为旅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目前易卡通通用的景区有42家 基本上是将宁夏范围内的主要景区都包括在内 所以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可以就进去办理一下 趁着端午小假期就可以享受优惠了 好的 看完了关注头条的板块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宁夏的板块 银川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也就是12345便民服务中心 自去年12月市运行以来 已经受理各类事项将近10万件 该平台的建成不仅是完成了政务热线急约整合 银川市视频资源整合共享 信息资源整合互通 更是继行政审批改革之后 银川市开启的又一场政务服务的改革 55部政府热线整合成一部 60名热线受理员365天24小时不间断为市民提供服务 这是现在12345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节奏 看着眼前这一切 一直负责政府督办热线的方宁珠感受颇深 银川市原有的12345政府热线只有三部作息 当时的工作时间是属于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6点 这样呢因为这个受理时间有限 那么作息又少 那么有好多呢就是说是市民的诉求问题 那么就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 不仅如此 110燃气供暖等在内的呼叫中心都是分散式 55部热线犹如信息孤岛 加上没有投诉反馈 跟踪监督机制 不少投诉是石沉大海了 是否真正的半截也无从查起 而各部门这样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的壁垒急需打破 从2015年的9月开始 银川市依托智慧银川大数据平台 开始建立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12345便民服务中心 归集了全市三大类55部热线的受理任务 统一承接咨询投诉求助建议等各类的诉求 为市民提供生产生活全方位全天候 上下联动一体化的贴心服务 开创了一号通一站式便民服务的新模式 我们是一级平台嘛 通过我们的一级平台派发到二级平台的系统上 然后又二级平台就看属于他们下属哪一个部门的 就派发到三级平台 办理完以后会给我们的平台有一个回复 就通过这个它办理的实现 办理的效果 我们会对这些平台上的部门会进行一个考核 12345便民服务中心的承诺是 全方位为百姓服务 除了入住403家服务企业 通过分析实现社会资源化再造以外 四大类88项非警务警情诉求 12345便民服务中心也全部接盘 中心依托与110处警数据 人口数据 车架管数据 以及公安视频监控数据的联通 实现了非警务警情诉求的及时推送和受力 110的日均接警量 有此前的3300起 下降到了2000起 三分之一的警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随之提高的是全市治安防控的质量和效率 近年刑事案件 你比方说抢劫案件的破案数 我们已经达到了81%以上 刑事案件的破案数 我们也已经达到了45%左右 我们公安机关查出了更多的治安类的案件 目前银川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也就是12345便民服务中心 已经具备了百姓和政府的沟通桥梁 线上分波反馈落实都办制度 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归纳市民诉求成因 资源配置为政府管理服务提供精准指向的五大功能 同时还能实时监测与指挥调度 成为城市应急管理与决策的好帮手 其实12345便民服务中心在全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其他的很多城市也已经有了这样的设置 而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种服务坐实坐透 真正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 将这个便民服务中心真正的打造成为一个百姓与政府沟通交流的平台 或许是未来银川的12345便民服务中心重点要做的 好的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 银下将开建首条国家旅游风景道 为进一步开发当地旅游资源 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银下首条国家旅游风景道 雇原至六盘山景区旅游公路将于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 据了解雇原至六盘山景区旅游公路总投资8.7亿元 由主线慢行系统两部分组成 项目主线全长52公里 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 慢行系统包括54公里彩色自行车道和实处驿站观景点 驿站观景点中设有停车区加水等服务配套设施 路线起点位于雇原市区南郊 终点为国道312线长征纪念馆附近 宁夏十一条举措培育首级特色小镇 宁夏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日前引发 关于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明确 宁夏将结合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发展等 利用3到5年时间分批则优培育一批特色小镇 今年确定培育创建首批10个省级特色小镇 示范带动全区特色小镇的建设发展 这10个被则优审划出的特色小镇是 西夏区镇北谷镇 林武市宁东镇 永宁县米宁镇 惠农区红果子镇 平罗县陶乐镇 岩池县大水坑镇 红兴县维州镇 京元县金河园镇 中宁县石空镇 海星开发区三河镇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冲富宁夏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通过登陆宁夏广播电视网 或者是关注我们冲富宁夏的官方微信 不要转台继续关注宁夏卫视 我们下期再会